今天是我来到这个鬼地方的第一天 我决定 我去派人来看看 我送你啊 以上就是我们对脑机接口 最前沿的科技分享 希望今天的会议对大家有所帮助 进去加油 果然是个荒谬又颠倒的地方 晓晓 晓晓 先说出个问题吧 首先整体思路不够新颖 微型化脑机接口的方案在十五年前就有 可靠性值得怀疑 电极会引起神经胶质增生的阻止损伤 晓晓 好 我刚才是让你给大家买点咖啡和甜品 顺便把你那衣服换了 收拾收拾再回来 像什么样的 不是 我是抱着专业精神才没有吐槽你们的啄啄 就你 穿成这样 有什么资格来评判我 现在这年轻的小姑娘心气挺高啊 开不起调 可浪了 大老板的电话 说找代晓 对 是我 邮件是我发的 脑机接口的方案可以谈 你是疯了吗 但是我有更多女性方面的科技专利 想要跟你分享一下 别让她再说话 让人类共同进步还需要理由吗 你要真想感谢我 就把那些工作能力差 把女性不放在眼里的男人都开除了 这也算是帮助人类进步做出一点贡献 男人对女人最阴险的罪行 就是引导女人嘲笑女人自己 你这边再给我推一趟 这个美甲店真的还挺不错的 你确定不来做一下 工作的意义不就认识更多男人 然后不工作吗 你那个科技公司不去也罢 这边这边 女人不被要求奋发图强 也就容易陷入诱惑 当你发现自己被愚弄的时候 力量就已经被耗尽 尊严也就荡然无存了 你也现实一点好不好 凌家都去相亲了 相亲 雨林 我男朋友来接我了 蓝妹 你怎么整这个事情 你一个人说了不算 这是我男朋友周浩天 你们不是见过吗 晓晓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好不好 听话 小宝怎么了 没事 他的话被其他小朋友笑话了 你以后画点好的 科学家 医生都可以 所有人当中只有你没变 做你自己就好了 别被世界改变 好 姐姐 你为什么要离开舅舅 我发现那边地下实验室 因为资金链的问题 马上就要关闭了 就像你去游乐园玩 不管有多好玩 都舍不得走 都要在关门之前离开不是吗 不然可能就回不了家了 但你们还可以去别的游乐园 今天总该我请你了吧 晓晓 晓晓 小晓晓 我要回去 为什么呀 还用我说为什么吗 我知道我知道 这边也总有好的一面吧 你看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 那群男的让咱们先进来 不也是因为你是女孩吗 女士优先 只不过是男权社会给女性的一点 小恩小惠吧 那你就留下来 改变这里 我不能一直占据小小的身体 这不公平 更何况 在我的世界里还有很多未完成的实验 在等着我 我不帮你